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好轮流运转阵盘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 他们人呢 没事 我 我们恐怕是进了迷阵 乱开反而危险 我来破阵 你去歇会儿吧 好 唉 本姑娘日行一善 扶你回船舱休息 船怎么停了 道友 现在大物弥漫 要先找到方向才能行船 你停这儿 叫人追上来怎么办 你什么态度 白坐船的也敢大呼小叫 你行你上 哦 慌了 你灵力太低 开不了船 你 三月兄弟 既然咱们开不了就先停一会儿 徐兄看着确实虚弱 闭嘴 如果不是你和段一高鬼 我们怎么会到海上 你这是污蔑 别吵了 开船的事儿需要大家齐心协力 先说一下 作为一个书女 我可不会开船 小徐啊 你看我们都不行 尤其我刚才和焦人打斗时受了内伤 只能先麻烦你 哼 怎么不干脆说自己快死了 那我来 看清了吗 乱开只会害死所有人 难道你让我一直等下去 看来 你有很着急的事要做 与你无关 哼 叶公子灵力如此高深 我也不隐藏了 我乃是地象术大家 早就看出了一条航路 不如我们合作 好啊 哼 事物有眼不识泰山 您快请 嗯 我是要帮你们找航路 不是开船 哼 有叶前辈在 轮不到你指挥 好好开 再耍花头 别怪我 需要我 我就上吧 不过叶公子 我不止路 你知道往哪开 哼 按这条金色航道走 啊 哇 瞬间就破开了迷雾 世上竟然有如此强的地象术 不愧是叶兄弟 走吧 你跟我吗 嗯 刚才那几个炒那么凶 我不敢回去 既然如此 那你就留这儿守护江大师吧 看 焦人又跟上来了 真恶心 恐怕这和长生石有关系 在永夜焦人出现时 长生石发出过光芒 说明长生石和焦人的力量 彼此感应 听说焦人也是海妖岛的守护者 那他们之先 出来 呃呃呃呃 别打了 我知道怎么去海神岛了 段仪说过 只要拿到永夜焦人王法杖上的虚空宝珠 就能打开海妖岛的封印 嗯 前辈 这些都是传说 现在陈雨生和段仪都不可信 岛是死的 人是活的 既然如此 干脆玩一把引蛇出洞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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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哥 我们什么时候能靠岸 很快 船已经重新启动了 啊 先吃药吧 啊 嗯 神神秘秘 一定有问题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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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差不多就是这里了 我现在退出行吗 只是死地而后生 别急 刺激的在后面 你是在故意挑衅他们 老子不陪你们玩了 别动 啊 姑奶奶的剑可不长以来 哼 你最好求老天别让叶尔为了娇人 若没了他 看谁护着你 管好你自己吧 这都在前辈的计划内 还知道变化阵型有掌劲 有掌劲 英雄小心 教人的计时更加了 啊 呃 你 太 太强了 啊 这 这就是你 交人王 我等你很久了 交人 他听过了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吗 非要来自取命 赵殿 李清禾 清禾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的行为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脉剑算 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将将当你能乱吗 秦宇 大 大力� 大力�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 将作为游戏大暴行 与无脱头 开始新的冒险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呀 怎么办 我们今天晚上都遇到无路可逃了 快跑啊 他们来了 快跑 Osama 借人